湖南男子参透彩票秘密 一年狂赚八十亿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为储存财富 他不仅在天花板上塞满金条 还专门买了两栋别墅 装现金 甚至就连睡觉的床 都是用钱对计的 这可不是凭空杜撰的爽文小说 而是发生在80后小伙 刘雪龙身上的真实故事 好家伙 看来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 还真不是骗人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这个离奇的穷小子 发财的故事 在2015年之前 穷小子刘雪龙就和大多数人一样 干着普普通通的工作 拿着勉强能糊口的薪水 生活虽然没到穷困潦倒的地步 但也算得上是捉襟见肘 此时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发财 这时的刘雪龙还不知道 几个月后 一个从天而降的大馅饼 会净直砸到他的头上 某天 刘雪龙到一家彩票公司面试 原本他以为自己学历不出条 能力也一般 这家公司肯定不会要自己 但没想到 面试后没多久 彩票公司就打电话来催他去上班 这个消息可把刘雪龙高兴换了 他满心期待地来到彩票公司 准备迎接新生活 但没过几天 他就发现了不对劲 原来 这家公司是个骗子公司 他们专门让员工 在网上欺骗一些戒备心不强的人 将那些人的钱款尽数骗进公司账户中 在看清彩票公司的真面目后 刘雪龙也曾考虑过离开 但看着同事们大把赚钱的样子 他实在不舍得走 最终 在金钱的诱惑下 刘雪龙决定和这些人通流合污 摒弃良心后 刘雪龙很快就谋取了一笔不义之惨 按照规定的提成 刘雪龙获得了人生中最丰厚的一笔薪水 看到这条路来迁如此之快 刘雪龙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心魔 他开始疯狂加好友 拉人头 用尽各种手段骗人 靠着这种方式 刘雪龙的生活状态 很快就从一贫如洗 变成了小有积蓄 后来野心勃勃的他 甚至开始研究公司的运转机制 试图学会后 自己单干 在贪念驱使下 刘雪龙爆发出了 从未有过的学习尽头 很快他就弄明白了其中关巧 之后他果断辞职 租了一间所谓的办公室 并开始寻找合伙人 没过多久 刘雪龙就联系上了一位 名叫阿红的程序员 他将自己的计划 合盘托出 并邀请阿红帮自己做网站 阿红也不是什么 一直坚定的好人 在听说了刘雪龙的 搞钱计划后 当即选择加入 很快 狼狈为剑的两人 就鼓刀出了一个 黑彩票网站 之后 刘雪龙又到劳务市场上 专门物色纳西 涉事未深 又急功近利的年轻人 通过忽悠洗脑的方式 将他们骗到自己的公司 充当客服 就这样 一个简单的草台班子 就搭起来了 刘雪龙的行骗人生 正式宣告开始 刘雪龙按照上家公司的经验 在全网多方挑选 专门找那些戒备心不强的人 引诱他们玩两把 当客户真的买了小额彩票后 他们并不会直接拿钱失踪 而是故意让客户中奖 并将真金白银 打到客户手机上 能信这些小网站的人 大多都是贪婪的 在看到真的能赚钱后 他们往往会加大投出金额 试图获得更丰厚的回报 甚至有些人会投入毕生积蓄 妄图一站翻盘 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下场往往是凄惨的 当他们发现异常事 刘雪龙团伙早已拿着钱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靠着这种丧良心的办法 短短几个月 刘雪龙就积累了以前 想都不敢想的财富 那些跟着他一起行骗的年轻人 也过上了令同龄人 望尘莫及的 阔绰生活 人的贪心 是会无限增长的 很快 当下的来钱速度 就已经不能满足 刘雪龙的胃口 为了弄到更多财富 他决定扩展 公司规模 农村小伙 参透彩票秘密 一年狂赚80亿 这不是爽文小说内容 而是刘雪龙的 真实人生经历 自从在黑彩票网站上 赚到第一笔钱后 刘雪龙就再也克制不住 自己内心的贪念了 他拿着赚来的钱 疯狂扩张 彩票公司规模 短短几个月 他就拉来了 一大批技术人员 连续搞出了 几十个骗子网站 投入运营后 这些网站 很快就带来了 不俗的收益 几十个网站加起来 每天带来的收益 都在几十万 到几百万之间 甚至到后来 其中一个网站收益 还达到了 近千万规模 操纵这个网站的 是一个 以美女为主的团队 其中一位女员工 凭借自身姿色 成功加上了一位 姓刘的大老板 刘老板做的是正经生意 赚的钱也不少 在了解到大致情况后 女员工就开始施展勾魂术 多次引诱刘老板 在彩票网站上 玩两把 刘老板抱着 讨每日欢欣的心态 在黑网站上 小小的投了一些钱 没指望会产生收益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这一投竟然中了奖 自己投进去的钱 瞬间翻了好几倍 钱也真的 打到了自己账户上 这下可把刘先生高兴坏了 女员工也趁机拍起了马屁 吹捧他是天选之子 将刘先生哄得喜笑颜开 趁着刘先生心情好 女员工又忽悠他说 自家网站还配有算命大师 专门算下一次 中奖号码的 只要刘先生跟着大师走 肯定还能中奖 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 刘先生买了一次 大师预测的号码 这一次 居然中了头等奖 投进去的钱 一下子翻了几十倍 看着手机上的道账短信 刘先生彻底上了钩 他拿出手头上全部现金 共计七百六十万 全部买了大师 预测的数字 然而这一次 刘先生却没能等来好消息 七百多万巨款 就如同泥牛入江一般 消失得干干净净 而之前殷勤万分的女员工 也拉开了自己 所有联系方式 直到这时 刘先生才反应过来 自己被骗了 刘先生只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位 但仅就这一位 就给刘雪龙 带来了几百万 不义之财 若将所有网站收益 加起来算 刘雪龙的日收益 很可能已经达到了 夸张的上千万 不过 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 这个道理 是更不不便的 刘雪龙也知道 自己每天都要骗走 那么多人的钱 那些受害人 不可能不举报他 为了逃避风险 他租了不少 窗名几近的办公室 开办了多家皮包公司 以此来为团伙成员 打掩护 同时 为了不在银行流水上 露出马脚 刘雪龙 还用起了 蚂蚁搬家式的 转账手段 每当有客户上当受骗 给彩票网站 打来巨款后 刘雪龙都会让 手下马仔 到别的城市取钱 并且 每次只取 四万九千七百人 之所以取这么多 是因为当时银行规定 单次取款五万一下 不需要实名认证 马仔们利用这条规定 分多次将卡上钱取出 然后到另一个银行 把钱存进去 再全部转到 刘雪龙账户上 靠着这种手段 刘雪龙很快就拥有了 人生中的第一个小目标 不过 这并不是黑网站的极限 而是开始 仅仅用了一年多 刘雪龙的个人财富 就达到了八十亿之多 甚至到后来 他已经不敢将钱 放在银行了 为了存放这些不义之财 他甚至还买了两栋大别墅 专门用来藏钱 做了二十多年的穷小子 一招保护后 刘雪龙第一想法 就是享受 别墅自然不能少 豪车更是必备物品 只要是市面上有的高档车 刘雪龙几乎都会买一辆 放在家里 甚至有时候 同一牌子 还会买好几辆换着开 至于女朋友 那更是没有缺过 但正所谓 天欲使人灭亡 必先使人疯狂 沉浸在纸醉金迷中的刘雪龙 并不知道他的好日子就要到头了 80后小伙发现彩票秘密 短短一年 狂赚八十亿 但最终却因一张照片 走上覆灭之路 自从开办了黑衣网站后 刘雪龙就靠着彩票进阱 谋取了海量 不义之财 为了确保秘密不被员工泄露 刘雪龙在待遇上表现得相当大方 不仅给了员工高的提成 还多次组织团队旅游活动 带着员工天南海北转着玩 靠着这种手段 刘雪龙成功拉拢了员工们的心 其中一位名叫冰冰的女员工 工作起来尤为卖力 某次工作中 冰冰靠着甜美的嗓音 成功将手机对面的男子 骗得团团转 男子被美色迷惑 竟然拿出自己 为数不多的私放钱 全部投进黑网站 买了彩票 看到鱼儿上了钩 冰冰立即暗中操作 让男子中了头登奖 一收到真金白银 男子立刻信了这个网站 为赚取更多力 男子将迎来的钱 又全部投了进去 并再次中了头登奖 几次下来 男子彻底着了魔 他竟然瞒着妻子 将二十万积蓄 全部投进网站 买了彩票 期待能靠着这种方式 走上发家赤富了 谁知这一次 他竟然没有中奖 二十万直接打了水漂 男子慌了 他急忙问冰冰 是怎么回事 可当消息发出后 他才发现 自己已经被拉黑了 直到这时 男子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他哆哆嗦嗦地 来到警局求助 希望能追回自己的钱 在简单听了男子的遭遇后 警察当即明白 他这是被人收割了 为找到骗子团货 警察伪装成买彩票的人 专门加了冰冰好友 打听网站信息 不过冰冰口风言得很 不管警察怎么旁敲侧击 他都不肯多透露一个字 无奈 大家只能从他的朋友圈下手 冰冰的朋友圈 基本都是一些激励人性的鸡汤 看上去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打工人 不过其中有一张团建照片 还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照片是很正常的公司集体照 背景是云南某警区 冰冰为照片配的文案是 历解带领的团队 棒棒的 显然这个历解 可能就是骗子团货的重要人物 只要找到他 说不定就能揪出所有幕后人 根据照片透露出来的信息 大家调取了近半个月内 所有到昆明的航班乘客信息 一番寻找后 过真找到了一位 名叫孙雅丽的女子 根据航班信息显示 孙雅丽曾和包括冰冰在内的其他几十人 以公司名义 乘坐了某趟航班 顺着这根线 人们又发现了一家科技公司 为拿到确凿证据 几名警察 敲装成求职者 来到这家公司查看情况 这一看 大家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家公司上下班时间 和正常公司有很大不同 并且公司电脑上显示的 也不是什么高科技软件 而是非常常见的社交软件 一个科技公司 日常工作竟然是搞社交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在基本确定 这家公司的真面目后 工作人员又开始 秘密调查他们的银行流水 这一场直接惊待了众人 原来这家公司 竟然同时和几百张银行卡 保持着流水交易 每张卡上的钱 最终都会汇聚到一个账户上 而那个账户持有人 正是刘雪龙 这下所有信息被揪出 刘雪龙正是迎来了自己的末日 当他还穿着价格高的睡衣 在别墅中呼呼大睡时 工作人员已经将这里团团围住 并发起了总工 在搜索刘雪龙家时 人们发现 这栋房子的天花板夹层中 竟然藏满了金条 卧室的床 也是由一落落现金 对一叠出来的 最终 这个自以为参透了彩票秘密 祸害了无数家庭的骗子 迎来了正义的制裁